很喜欢我们的文学 古代文学科 古代文学科 是你们那儿的还是我们这儿的 中国的 中国的 古代的四大美女指的是哪四位 有一位姑娘是非常漂亮 她的美丽 一个鱼在水里面 您说的是陈鱼落雁 她一共收了多少位徒弟 三千 恭喜你 不是因为我学的很精彩 而且中国的故事就很精彩 14年到了中国 我一下飞机就觉得 终于回家的感觉 我的目标是 让更多的西方人去了解中国一下 因为我喜欢中国的文化 这是我的一个萌相来这里 大家好 我叫张默来自台基克斯坦 我非常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 你知道吗 今年的女尚论坛 改到七月剧班了 我早就想来看看 这座 礼大入客 朝代之胜地 走吧 咱们一块去看看 空字的世界 世界的空字 我在这感受到了 画着陆学品位的建筑非常漂亮 在建筑上 我们能定成什么样的理念 你也看到了 咱们这个建筑后面是山 然后面向的是水 遵循咱们中国古代 一个就是衣衫面水 随形就饰的这么一个设计理念 采用的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建筑风格 融合了我们这个中国古代的 这个斗拱 挑岩 藻井 还有连郎 亭阁 等传统的这个古建筑形式 你好 你好 老师 这个是什么动作 你能教教我们吗 这个是我们中国的传统礼 一礼 一礼 对 我教给你 来 这样子 两手呢 像抱个大树一样 从最大树的一个圆形 然后呢 左手在外 右手在内 因为右手呢 古代是拿冰器的嘛 我们要把这个风礼之心 藏在里边 把这个谦卑之心 把这个礼放在外面 然后呢 两拇指呢 不要太翘 也不要太内抠 平衔就可以了 代表一个平等的误助 然后拜的时候呢 我们微微完身 我这个动作对吧 非常标准 非常棒 我呢 是我们泥山盛进的岛学 我叫冬月 今天呢 我将和您一起来穿越时空 来了解孔子的思想 这位孔子的思想的话 他的想高是72年 但是代表着孔子呢 72位优秀的地址 他有3000地址 3000个学生 对3000个学生 屹立于泥山之巅 他呢 有如我们中华文化 长河中的一盏 指路明灯一样 那么现在我们所进入的位置呢 叫大学堂 它是取自于我们中国 四书五经当中大学艺术 前方 这边有图片 看到了吧 看到了 这是我们中国啊 四书五经当中 大学艺术的首章 大学之道 在明明德 在心明 在止于至善 哎 非常棒 你诗文非常好 是可以让台语说说他大概的意思 在你们学校有没有一种 明德楼啊 冲德楼啊 有 有吧 有明德楼 因为在里面发现明德 大学这本书的核心思想 其实这三个字 明明德 这三个字我们合起来理解 就是告诉我们要弘扬自己内心 光明更大的平革 我们先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吧 我叫张默 我来自台极克斯坦 很喜欢我们的文学 古代文学科 古代文学科 是你们那儿的还是我们这儿的呀 中国的 中国的 古代的四大美女指的是哪四位啊 有一位姑娘是非常漂亮 她的美丽 一个鱼在水里面 您说的是陈鱼落雁 她一共收了多少位徒弟啊 三千 恭喜你 老师好 你好 老师 就我了解我们为了进士这里 投资了二十度鱼 你可以说说我为了什么吗 首先呢 因为这里是孔子的诞生地 也是孔子文化的重要发源地之一 然后她和三孔就去共同组成了一个 孔子文化遗产的核心系统 同时呢 她也是列入了国家的重点旅游项目 她的建设能带动周边的经济发展 还能带动乡村振兴 你现在上课也寄课了笔记吧 对 我们寄课了笔记的话 肯定不可能把老实话全部记下来 我们只会提一些重点 所以论语就是孔子的学生 记录了孔子所说的重点 论语啊 其实呢 就是孔子在上课时 她的学生所记录的课堂笔记 子曰是孔子说 对 德不孤 必有灵 我大概了解的是 在我们国家也有一句话说 不要有好的家 要有好的邻居 说我看这里有牛头 这是牛头车马骨 因为它是姓姓嘛 曾姓的姓 我们知道 当时孔子在罗宁当中说过这么一句话 他说人而无姓 不知其可以 大车无您 小车无越 其可以行之战 因为在古代牛是来拉车的 所以说孔子把这个信呢 比这个牛车这个车轮子 他们一个轴 如果没有这个木箫子轮就掉了 这个车就没有办法行走了 到了这个厅的话是智庭 智慧智庭 智庭的方位是位于北方 北方属水 智慧和聪明是不一样的 孔子讲 好学近乎一致 我们只有不断去学习 才能去过去治 对 老师 我看每个门的门把手不一样呢 对 你发现了 其实这是对应了我们刚刚讲过的四大神兽 东方青龙 西方白虎 南方朱雀 北方玄 东方的那个信庭是青龙的门把手 刚刚我们走过那个智庭的 它是玄武的门把手 那么这个庭的话是义庭 它是位于西方 跟东方正好对应着 西方 谁说对应什么呢 虎 对 虎 虎 而且什么颜色 白色 什么是义呢 义在中文里面讲义者义义 义就做事与合理的事情 其实用我们现在的名词 我们中国话来理解的话 就是义就是什么 价值观 上面上还有三幅词版画 中国江西景德镇的词 它要先画 画完之后呢 再用火烧 而是要经过800度的高温进行断烧 我也看很多古代的那些故事 都是那种对亲戚对朋友的珍惜 我们刚刚一路走过来的五个题目 就是仁义理智信 而且这个理智上方的话 这是一幅彩绘 是两支凤帽 手为相连 我们废面缝和黄来着 黄是有个两个尾巴 对啊 讲几底的最终目的 是为了思想我们人类 人与人之间一个和谐共处 对我对仁义理智信 也有了一种了解 所以说我非常开心来这里参观 我以后想带我台基克斯坦的朋友 也来参观一下 非常欢迎 今天谢谢你 不客气 带我 下次见 拜拜 拜拜